奔跑吧为何不再撕银排?高能少年团为何不去国外录制? 奔跑吧为何不再撕银排?高能少年团为何不去国外录制? 才写新京报记者,张鹤,编辑同纳 图片来自网络,如今,中N代似乎并非什么值得骄傲的标签 外界对其的判定多数离不开疲软,没心意,很多节目深陷三级被砍魔咒 其中户外真人秀节目从2014年的23档,2015的46档,再到2017年不足50档 该类型整体数量虽然已经从跟风式喷涌到趋于稳定 但在此期间,不少户外真人秀也应同质化严重,内容缺乏创新 在做了一两季后便消声秘迹 库外真人秀应当如何突破? Zone N代该如何改变神美疲劳的尴尬? 在正能量的导向之下,真人秀又应当如何兼具可看醒? 新京宝专访奔跑的二总导演姚李天,高能少年团制片人马进 分别从老牌Zone N代和新Zone N代的角度 揭秘一档户外真人秀保持高收视的原因 若坏Zone N代和成长客,形式只是外在 一档户外真人秀想要区别于其他同类节目 在播出一时必然会设定一个独特的标签 例如斯标签之鱼奔跑吧,成长客之鱼高能少年团,历史之鱼我们穿越吧等等 但很多节目却在做到底MG的时候 似乎有一代弱化观众熟知的标签 对此节目组表示,一档综艺想要长久地做下去 不仅要保证时刻在创新,延续独特的节目气质 也远比外化的标签更为重要 除了改变主题方向,从上一季开始 奔跑吧也明显削弱了最经典的四名牌环节 而第二季节目更是直到第六期 才终于出现了久违的四名牌大战 摇一天坦元,他们并没有刻意削弱四名牌 而是节目做到后期,他们更想为观众呈现新的东西 能做的内容还有很多,四名牌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通常会根据主题去思考游戏,任务的排列组合 在摇一天看来,外界江思名牌 作为奔跑吧的标签本就并非准确的定义 它只是游戏的外化形式 而非节目特制 而非节目特质,姚一天表示 奔跑吧与其他节目最大的区别 实在于气质 这是节目做到第六季,在萧条的综艺市场 仍能获得不俗方向的原因 不管是正能量,还是趣味性,我们坚持传达的都是以兄弟团 默契和精神为核核心的,也是奔跑吧节目独一无二的核心点 这也是为什么别人也能画龙舟,但我们画出来的就和别人不一样 高能少年团2 去年高能少年团已经播出,便因其特别的人生12克主题和全线肉的阵容,在众多户外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 但到了第二季,节目却改变了主题,阵容也从五个男明星变为男女混搭 马进认为,一道节目刚开播时,必然需要全新的模式点或内容设计作为支撑,才能够吸引新观众 但这些却很难撑起中N代的长远发展 而高能少年团最大的特色并非成长客,而是主打市场中稀有的少年感 无论是嘉宾阳,素人阵容,还是针对的观众群体,都是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是所有产品都在主打的属性 商品,百年老店,做到最后都是要吸纳年轻的消费群体的 所以这个方向让我们十分讨巧,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少年团的原因 我们想表达出的是让当代年轻人能产生共鸣的事情 马进表示 主题正能量化,间距巧点确实难 从由游戏堆砌,比拼嘉宾谋略的纯明星户外禁忌,到以剧情为主 传播温情的正能量,星宿真人秀,无论是老台宗N代还是新宗N代 都在不约儿童进行主题上的蜕变 然而也有观众质疑,户外真人秀好像变得不好玩了 对于如何兼具正能量和可看性,节目组各有不同的方法 奔跑的二 摇一天说,作为一档做了六季的节目,我们不想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只是很好笑 如果能让大家看到正面引导,即便可看性减弱,但对于节目本身来说,会更有价值和人情味 摇一天表示,一几节目他们需要像出近百个主题,筛选出十几个可行方案,节目组工作人员会参与投票 有些热点现象非常有意思,但我们也要考虑能否设计游戏环节来体现主题内涵 很多主题因为可行性不佳只能放弃 本季首期的跑进联合国便足够有想象空间,因为联合国在此之前从未和任何电影、电视节目合作过,观众对这个重要机构也非常感兴趣 虽然和联合国的协商过程非常艰难,我们写了好多策划书,经常半夜给他们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他们也会对节目提出很多要求 但最终博出效果还是很好的,姚一天表示,高能少年团2 马进表示,以往很多综艺都向游戏拼盘,让明星完成任务,做一些包袱,就挺有趣的 但综艺节目不应该是大家笑过之后就忘记了 你看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真人秀,一定有能触动大家的内容 所以这一季我们将绿水青山和人文关怀作为大主题,向试着从中挖掘一些更有价值的内容 高能少年团2这一季节目只有12期,但节目组却提前设想了近50个主题方向,最后筛选出12个与当下热点,例如环保、扶贫、致敬基层劳动者最贴近且可行性最高的主题 我们的录制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内,因为我想让节目更接地气,能更深入到中国普通的基层大众 加上民族的人文关怀和自然风光,可能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新宿结合,让素人发挥自己的专长 新宿结合是目前综艺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诸多户外真人秀也开始从全明星阵容,变为加入素人嘉宾 但由于大多数素人没有镜头感,不懂的综艺法则,一些综艺加入素人的方式也过于表面化,以至于很多素人在节目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沦为背景版 《奔跑版2》 姚一天表示,《奔跑版2》在选择素人时,大多数是根据主题来挑选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例如在维也纳拍卖男子气概的游戏环节中,节目组请来专业拍卖师以及健身教练 当明星需要学习画龙舟,节目组便邀请专业教练,体育运动员和龙舟爱好者参与 当素人做擅长领域内的事情时,他们会和主题非常贴合 其次他们在游戏中也会非常有参与感 但对于如何让素人有更好的艺能感,姚一天坦然,他们也一直在思考 其实大家有个误区,老爱说节目立人设,但真不是说我想把嘉宾立成什么样子 他就能成什么样 我们必须基于明星、素人本身的性格来引导他们 高能少年团二 高能少年团在选择素人时的首要标准是根据每期主题,来选择领域内的业内精英 比如第三期是寻找大理金花 金花,首先符合大理的特性 五朵金花的电影,同时又代表了当地各项技能的能人 比如从事挖掘机、无人机等各领域的优秀女性代表 当素人在节目中从事他比较擅长的东西时,他们才能不违和 而为了保证素人表现力 在录制前执行导演会与素人进行很长时间的采写 了解他们的人物性格之后,再从中选择有趣的人 除此之外,明星也需要在录制前和他们提前打成一片 减轻他们的录制压力,并在录制时给素人抛杆 像张一山、杨子、王俊凯他们都会主动Cue素人 自己也会多创造一些效果 我们后期也会通过花子等效果,把一些实在接不上的尴尬局面 用有意思的方式来二度呈现,尽量保持可看性 如何避免疲软?要有让观众记得住的内容 姚依天表示,奔跑把最大的优势在于制作经验丰富,和艺人磨合度高 对于观众来说,大家也养成了稳定的收视习惯,可以先入为主的接受 但在做到第六季时,姚依天和团队也感到越来越痛苦 因为我们总想做一些新内容,但有时候又很容易被之前成功的模式固化 如何寻找大家感兴趣突破口,还要做出十二期,七期都创新的节目,是一件很难的事 马进反复跟团队强调,一定要把内容做扎实,要做出非常感人的点 这才是新节目,想要长久做下去,必须要有的目标 我之前也参与了其他节目制作,关注过很多节目,像奔跑把做黄河大合唱 那一期,这么正能量的内容可以做得这么然 他们总有一些瞬间是大家永远记得住的,我觉得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内容